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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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前一阵子话题性不低的亚瑟士AXIS的NOVOL BLAST 首先我们先来看外观 那这双鞋我买的是蓝色 然后搭配白色的底 那其实我想要买的颜色是只有女生款才有 那后来想说亮一点的颜色大概也只剩这个颜色可以选 那它是蓝色的鞋面白色的底 搭配这个荧光橘的鞋带 我觉得整个配色的感觉还蛮活泼的 那鞋底是这种也是荧光橘的颜色 那接着我们来看鞋面的部分 那这边可以看到呢 它的鞋面采用立体的编织的网布 这个透气度非常的好 我穿着它在跑步的时候呢 其实都可以感觉到风吹进来的感觉 那因为天气也越来越热 那我们跑步的时候 时间只要变长了 脚一定会闷热 我相信这双鞋的透气度呢 一定可以让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脚趾保持一定的干爽 脚掌部分呢 它其实脚掌的空间呢 算蛮大的 其实这个已经有点接近宽炫的感觉 大概有点二一的那个程度的空间 那所以穿起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 鞋舌的部分呢 鞋舌的话 其实它的材质跟鞋面其实是一样的 那它是分离式 它不是跟旁边的鞋面车缝在一起 不过鞋带绑好之后呢 它是还蛮听话的 不会有跑来跑去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脚踝这边的固定 但是我发现这双鞋呢 它跟一般的亚瑟士比较不一样 一般的亚瑟士这一圈 它都会做的比较厚一点 所以对我们脚踝的固定 感觉是比较好 那这一双相对比较薄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 感觉是个问题 那可能也是我认为这双鞋 比较不适合我的原因之一 那这个待会我会做解释 然后再来是鞋带 那这个鞋带的长度呢 其实我觉得算中规中矩 不会特别长也不会特别短 那如果你要像绑 这一种就是 穿额式这种绑法的话 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只是在绑鞋带细弧结结的时候 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短 但原则上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再来就是要讲到这双鞋的重点 也就是亚瑟士前阵子新出的 这个中底 它这边是写FF Blast 但是它的全名应该是Flyphone 然后 在前面的鞋款像 Meta Run跟Glide Ride它都有用 那因为这一代它也是一样用Flyphone的中底 只是说它这一双是Noble Blast 所以它针对它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设计 那这一双鞋的中底 他们就命名为FF Blast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在这边有一些立体的一些设计 一些有点像鸭花的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它的功能性在 那再下来就是鞋底的部分 大底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橡胶的部分 其实还蛮多的还不少 再来就是这个是它的重点 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在跑的时候 原厂它的广告的宣称是说 这边会有一个像蹦床一样 独立筒的一个效果 那我在穿的时候 确实这个地方带给我的回馈 非常的明显 感觉很Q弹啊 你脚步再带起来要往前的时候 它会 它会有一个 有点要把你往前推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明显 如果你是中足或者是前足 着地的跑着 我相信这个感觉应该啊 应该会更明显 那因为我个人脚步落地的时候 还是属于还是偏中间以及后面 但是呢 在往前推登的时候呢 就会感觉到这一块所带来的优势 那这双鞋 你会看得出来它底其实蛮高的 那它在脚跟的部分呢 是32mm 那前掌的部分呢 是22mm 所以呢 它掌跟差其实来到了1公分 也就是10mm 那其实掌跟差一般 我们如果在找资料 如果是英文的话 它是会用DROP DROP 那鞋垫的话其实就没什么特别 它就是一个薄薄的 白色的鞋垫 以我这双鞋的颜色来说的话 那但是因为我发现了这双鞋 的一些对我自己本身的问题 所以说我现在是把鞋垫换成这种 因为我是低速公布 扁平主 那我 其实我跑步 我的跑鞋其实是不会加这个东西 那因为我觉得这双鞋对我来说 可能会需要加到它 我才有办法穿着它跑步 那所以目前呢 我里面的鞋垫是这种 以我的尺寸来说呢 US10号这双鞋单支的重量是280克 我觉得不算轻 但也不能说它重 那毕竟你看它的 大底这个部分有这么多橡胶的材质 其实它耐用度是相当不错 那唯一我比较庆幸的是 他们亚瑟是终于不再一定坚持 每双鞋都有亚瑟胶 所以我相信如果没有的亚瑟胶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可惜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 会觉得说那反正我 我也感受不出亚瑟胶的效果 你亚瑟胶不要放在鞋子上面 其实反而可以让鞋子变得比较轻 那这个就见仁见智 接着来讲讲我穿的这双 Noble Blast 跑起来的感觉 那先讲优点好了 这双鞋呢 是一双速度非常好 带起来的鞋子 虽然它跑了这两次的中间呢 其实我 因为它速度非常好带 所以其实 整体跑下来的配处 是我比我正常跑的配处还要快 所以有时候我跑跑的话 我都要稍微提醒一下自己说 要跑慢一点要跑慢一点 不然等一下就爆了 那这个是这双鞋给我带来 比较深的印象之一 那再来就是这双鞋的 减震效果也就是缓震效果 因为其实这双鞋算是很软很Q 你看它这样子 它其实这样子折 用手这样子折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这个点也可以证明说 这一双鞋其实鞋底是很软Q的 那其实它的穿起来的感觉 会有点像HOKA那种剪震的感觉 可是呢 又比HOKA再多了一点点Q Q弹的感觉 再加上它这边有这一块 他们讲这个 有独立筒效果的这一块 前掌这边这一块 那我觉得 就我来说 因为我有两双HOKA的鞋子 它蛮像是Clifton再加上Rinkle 两双鞋加起来的综合版 我个人觉得这双鞋 其实蛮适合中阶 或是甚至中高阶以上的跑者 当然不是说像我这样的DJ跑者 就不能穿 还是可以穿 只是可能会比较 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优点 那这双鞋呢 我觉得其实它是比较偏全能型的 你可以拿来做日常的训练 慢慢跑 节奏跑 速度跑 甚至做长距 我觉得这双鞋都能够升任 那甚至我觉得拿它来穿的比赛呢 其实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0K 21K 甚至全马 我觉得它都能够升任 是 我觉得是近期 像其实我虽然一阵子 没有买亚瑟这些 但是 我真的觉得这双鞋 是他们近期以来的佳作 好啦那优点讲完了 现在来讲一下缺点 但是其实我 并不觉得说 这是这双鞋的缺点 我只能说 这是这双鞋不适合我的底 那我觉得当然啦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是平平足 就是低足弓 那我体重其实就偏重 低足弓内眩不足 然后因为它鞋垫很软 所以说呢 我踩下去的时候呢 它对我的 脚部的支撑呢 其实没有办法像 HOKA那样子 因为HOKA它的下面 足弓这边 它其实是做的比较快 而且它后面这边 脚跟的地方呢 它的整体的固定性是比较好 这双鞋呢 其实我有看过 国外有些人 他们的心得分 其实是跟我有 类似一样的问题 所以呢 我穿着它跑步的时候 我的脚跟其实是在下 鞋子里面滑来滑去 那我第一次跑完的 穿着它跑的时候呢 确实跑到中间 我觉得脚开始已经 有点点不舒服 那中途中间的时候 我有停下来换绑法 也就是这种穿个式的绑法 是有改善 但是我觉得空间不够 那后来我在跑 我回来家的时候 稍微研究了一下 那我就决定说 把它原本的鞋垫给换成 我这个地主公的鞋垫 然后呢 我穿上了袜底 有加厚的那种袜子 那搭配的这个鞋垫 我再出去跑 确实是有改善 但是呢 我觉得改善的幅度 没有大到 让我可以完全的就是放心 就是直接拿着它再去跑 更长的距离 所以我第二次跑 大概跑五六公里的时候 我就结束了 那第二次跑的时候呢 回到家 晚上跟隔天早上 确实是没有第一次 那种比较不舒适的感觉 可是我因为 在跑的过程中 我还是会发现 尤其是我的右脚 它滑动的幅度会比较大 那我可能啦 我可能就会把这双鞋列入 就是说以不超过10K的跑步范围 为训练鞋 那我自己是觉得很可惜 因为毕竟这双鞋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它的好 可是却因为我自己的条件的关系 没有办法发挥出它的长处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最可惜的地方 虽然有这么多好的评价 我也认同那些评价 可是我真的觉得有点伤心 我没有办法穿着它 发挥出它的长处 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其实这不是一双便宜的鞋子 它其实台湾的定价是4580 我是因为看到网路上有打折 所以我是透过网路往后的方式买 这也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 其实跑鞋 我们都应该要去试穿过之后才买 尤其是这种比较新式的跑鞋 因为这个是它的第一代 假设说我们今天买的那个鞋款 它可能前面一代或前两代 我没有穿过 在它出新的一代 我们可以透过网购的方式买的风险 其实会相对的比较小 像这种的话 其实我真的是会建议到门市去试穿过 整个对这双鞋有完整的感受之后 才决定要不要买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这双鞋 亚瑟士XX Novo Blast 一些心得及感想 那如果你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也欢迎你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那我是老周 讨厌跑步的那一个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